原文再續,故事繼續 話說這個唐伯虎考完會試之後 一時興奮,擺下了他這樣說 我,必定是金科會員 這一句,是一句令唐伯虎追悔終身的說話 因為他出現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 首先,這裏不是他鄉下吳遠 說話的對象,亦都不是他老友竹之山文精明那些 而是他的對手和敵人 更加重要的就是,當唐伯虎說出這句說話的時候 考試成績單是未發下來的 這裏有必要講明一下就是 當年的考生,對那個考試的名次是很關注的 由於進士的錄取率是很低的 所以就算你才華橫日,明滿天下都好 都慢慢不敢說自己一定考得到的 更何況你說肯定是考第一名 你唐伯虎是有才華,但自信過龍了吧 所以當在走直上的唐伯虎,還在微飛色舞的時候 無數不出聲的人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 這個年輕人這麼自信,肯定有些事情 不可告人 這個考客廠從來都是讀書人的專長 所以很快有人馬上向政府反映這個情況 主考官也不敢怠慢,馬上回報給李東陽聽 李東陽的經驗豐富,當時就猜到這件事很嚴重 所以馬上就報告皇帝陛下 朱右堂,馬上落命令,核茶試卷 事實果然好像傳言一樣 唐人確實就是金科會員的不義人選 而選唐人的人就是程雲正 這樣事態就嚴重了 成績單都未發,李唐伯虎怎麼可能提前預知答案呢? 唐伯虎不是真的周星馳辦的那個,沒有特異功能的 所以當時這件事就經常傳到滿城風雨 加之那幫賢官又不失時機地彈出來 其中這個級士忠華永將矛頭直指程雲正 認為是他事先出賣了考題 所以唐伯虎和徐經兩個人才能打中 華永這個狀告實在太狠 本來李東陽還想蓋著這件事當幫兄弟 要唐伯虎和徐經回家三年之後再來考 按下去就算了 但如果這樣做,這件事就變成了政治陰謀,考場黑幕 所以又不行,最終就只能夠公事公辦,把三個全部捉完 經過審理之後,案件內部判決如下 禮報幼侍郎程敏正,合謀作弊,查無實據 但他的僕人確實是出賣了考題給徐經 失策行為成立,結論,勒寧退休 江陰舉人徐經,購買考題查實,作弊行為成立,貶為小利,不得為官 而這個吳遠舉人唐人,結論也是,貶為小利,不得為官 不得為官這句話拿命 當然,這些全部都是內部結論,除了處罰結果,具體情況並沒有向社會公開 對了,還漏了一個,吸是中華永,胡亂告狀,所言不實,結論是貶官 情況大概就是這樣,徐經買了考題,程敏正的僕人賣了考題 但程敏正就要負領導責任 而本著這個黑獲人人有份揹的原則,唐人,唐伯虎,就算是答單 這個是一起歷史上很著名的事件 案情很複雜,各種史料都有記載 但眾說紛紛,也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反正結果就是,這起所謂的科長舞弊案歷經幾百年 不僅沒有搞清楚,反而越搞越糊塗,又是原案一單 其實這件案到底複雜在哪呢?我們來分析一下 我們現在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三個問題 第一,徐經是不是真的有買這個考題作弊呢? 第二,唐伯虎有沒有份呢?第三,程敏正知不知的呢? 要找答案,我們便要回到這個案件的起點 這個案件的起因,就是那條幾乎天下無人會答的題目 但很遺憾,我跟大家說,我們是未看過那條題目的 但這個也不重要,因為有一件事我們可以肯定 就是這條題,超難的,天下無多少人做得出來的 可能是真的作弊買考題的 第二,唐伯虎有沒有份呢? 相信很多人都覺得這個不是問題 特別現在唐伯虎,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 大家覺得,以唐伯虎的實力,要不要作弊呢? 我也是這樣想的 但如果分析了之後,你就會發覺 其實具體情況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一年之前,南京主考官梁柱 就曾經將唐人的卷交給程敏正 我們之所以專門在前面提這件事 是因為這個看上去微不足道的細節 極有可能是吻陷著一種特殊的意義 潛規則 而這種潛規則,有一個特定的稱為 約定門生 在明朝 如果要選擇最令人羨慕的官職 不是尚書、侍郎那些 而是考官 今天我們的考官主要工作 就是在教室裡逐來逐去 叫做巡視監考 巡視完之後就簽個名 拿些監考費走人 但當年,這個是爭崩頭的位 原因很簡單 所有由這位考官點中的考生 都會成為他的門生 因為明代的官場網絡 大概是由兩種關係組成的 一種叫做同學 即是你又今年中的 我又今年中的 大家是fan來的 同年 所以互相大壞 而另一種呢 就是師生 官場風雲變幻莫測 新陳代謝的速度很快 今天都可能還是政部長 鬼知明天會不會去閻羅王那裏報道 所以你想長勝不須的話 就要搞好關係 即是如果你老得不好 不要緊 只要有機會做一次考官 點中幾個人才 到考完事之後 你就是這幾個人的師父 這幾個考中的兄弟 就要去你家拜碼頭 即是崇敬而好 顏敏 就算你的人 多多關照啊 那師父當然也很客氣的 即是說幾句 大家同舟共仔 吃一碗飯 穿一條褲子出來 然後再表明態度 行了 今後 就由老夫照著你們 放心吧 有一個詞可以形容這個場景 雙贏 因為做新官 就根基不穩 所以要首先摸清行情 找個靠山再往上爬 但你做老官 也要建立自己的關係網 先拿著幾個新人 將來就算出了什麼事 有個子網 所以知道 在官場裏 養兒子 是沒得中老的 想要安安心心做到退休 只能夠靠門生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門生體制 而這個體制 有時就會出現一種特例 就叫做約定門生 那當然了 這種現象是比較罕見的 因為在科舉之前 就可能會出現一個 名震全國的天才 大家都認為這個人將來一定 不非黃騰達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些的考官 就會事先私底下 跟這個考生聯繫 濕條題目給你 然後互相約定 司徒關係 是啊 這樣無論 將來誰點中你的卷 都不會影響這個事先 確定了的關係 但這種交易 就風險很大 所以一般的考官 不敢輕易冒這個險 只有當那個 真是眾望所歸的人出現的時候 這一筆買賣 才有可能成交 好了 介紹完背景 我們看看 唐伯虎和程敏正 是完全符合這種條件 那他們之間 有沒有這種關係呢 啊 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但是 有蛛絲馬跡 首先 程敏正 已經在這兩份卷裡 選了一個會員出來 而唐伯虎 就在外邊發話 說自己就是會員 更關鍵的就是 當時所有卷都是密封的 即是沒有住名的 也就是說按照規定 就算是程敏正自己 也不知道自己選了誰做會員 所以這個疑問 最終只有兩個可能 第一 唐伯虎是自己會做那條題的 並且他認為娶他之後人家做不出 所以就口出狂言 結果不行命中 第二 程敏正 是真有事先跟唐伯虎會面 給了一條考試題目去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一條二選一的選擇題 大家自己拿主意選 選了 選了沒有 你信不信唐伯虎 信不信他做到 信不信他出貓 但是最終你不要問我答案 因為我都沒有標準答案 如果不是什麼叫原案 好 那不管多複雜也好 反正這件案就叫做結案 案件裏面的兩個黑仔 和一個幸運兒就這樣各奔東勢 黑仔當然是程敏正和唐人 一個好好地做考官 三品大元 加備逼拿養老金回家 另外一個本身才華還日的天才 就是讓你單手單腳單眼 可能都考得到盡視的人 但結果 拿到一個沒得做官的處分 那幸運兒當然是隨經 是 他雖然也有個處分 但實在很輕騎 大家要知道 我們今時今日高考考場上面 如果作弊被人抓到 頂了就取消成績 回家 但在明朝 這些東西很大煲 作弊的處罰 一般是充軍 如果情節嚴重 還要殺頭 現在只要處分 還可撿到 事情到這裏 基本上就叫做了結 程敏正揹這個黑幕 真的揹得很激氣 所以回家不久之後 就死鬼了 估計是被人擊死的 而唐伯虎 一聲嘆息之後 對這個前途 心灰意冷 就開始四圍慣妓院 嫖了他 亦都開始了他的浪子生涯 還有一個幸運兒隨經 功虧一貴 差幾乎可以了 之後 就對這個科舉制度 恨之入骨 回家之後 就開始燒了四書五經 還告解他的子孫 所謂萬半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 這個東西等於放屁 還不宜學些有用的東西更好 他的家教有良好的效果 八十八年之後 他的兒子出生 叫做徐振之 這個人呢 就不喜歡讀書 只是喜歡旅遊 別號徐霞 所以說 經過這件事的搞作下來之後 大明王朝 少了兩個觀念 但就多了一個浪蕩才子 和一個地理學家 也不失為一件壞事 講到這裏 我們差幾乎漏了一個人 還要講講那個 專門去告狀的 吸氏中華永 他亦都名流清史 因為後來 就有人根據這個傳說 寫了出戲 俗名叫三少 又叫唐伯虎點秋香 由於這個仁兄當年 多管閒事 編劇為了調刊他 就以他的圓形 創作了華泰斯這個經典角色 不單止是強行屈他幾個兒子 都是傻的 還安排唐伯虎 拐帶了他虎裏最靚的丫鬟 都算是幫伯虎兄 報仇了 而這場文壇風雲 最終亦都叫平息 但已經黑仔到臂的唐伯虎 沒想到 他的握運 其實才是剛剛開始 還有很多大麻煩等著他 不過我們暫且放下 講回豬有堂 這個少年郎 經歷了太多的苦難 所以他很討厭黑暗和邪惡 他不顧身體 日以繼夜地做事 遠離奸人 任用現神 為這個大明帝國奉獻自己的一切 但是過大的工作強度 亦都搞壞了他的身體 二十幾歲 就脫髮 脫到地中海 臉色又蒼老 一眼掃到他整個街邊的阿叔 連帶他好幾框的王樹 和馬文星都不如 我們別說 這兩個老人家身體很好 馬文星 八十五歲 王樹更加創紀錄 這位老大爺 一直到九十三歲才死 居民說死了當日 還吃了幾碗飯 滅了一口氣出來 打自己爆 自然死 但是朱幼堂 沒有這樣的運氣 三十幾歲 重病前身 奄奄日式 但是他不管 依然一如既往繼續拼命做事 越做身體越差 但是他說 I don't care 因為在這個太平盛世背後 他似乎感覺到即將來臨的危險 為了迎接那天的到來 必須要做好充足的準備 這個時候 王樹已經退休回家 尼布尚書紀經便庚 就空了個位子出來 朱幼堂原本想馬文昇接 但問題是兵部 也一定要他 分身佛術 所以無奈之下 唯有馬文昇 你過來頂利部尚書的位子 然後 叫他推薦一個人 叫劉大夏的人 頂他的位子 馬文昇眼光都很好 這個劉大夏 也是一個十分稱職的國防部長 在他的統領之下 大明帝國的邊界 變得兼不可趣 但事實證明 這位國防部長最大的貢獻 是不單止搞好邊界的防務 而是推薦了一個很關鍵的人 雲治十五年的時候 兵部那邊過來報 就說由於疏於管理 軍中馬匹不足 邊防軍騎兵的戰鬥力銳減 一定需要管理 這位大事 朱佑堂就馬上找劉大夏過來 叫他 抓主意 劉大夏想了一會後 回到朱佑堂 我推薦一個人 要趕這個人去管 三年之內 誰可見功 誰 楊一青 又是姓楊的 朱佑堂馬上去找誰楊一青 誰楊一青 楊一青 而且上茂出眾 特別醜樣 反正他去管馬匹 又不是派他出事 就他 於是做了二十多年文官的楊一青 離開京城 來到陝西 因為這裏是仰馬的地方 他將會在這裏 接受新的徐煉 等待考驗的到來 即是在這個時期 三人內閣 能謀善斷 馬文星 就坐鎮利部 劉大夏 就統管兵部 一切似乎都無懈可擊 宏治盛勢 終於達到頂點 但是朱佑堂的身體 也都是再都沒有法子撐下去 宏治十八年五月 講拜拜的時候到 年僅三十六歲 本命年的朱佑堂 行到人生的盡頭 在這個最後的時刻 他面對著跪在地上哭的劉健 李東陽和謝遷 回顧了自己基本上毫無缺陷的人生 但終於 他意識到可能是他這世人唯一的遺留 到這個地步 我都沒什麼好說 只有一件事我放不下 太子她是很聰明的 太子她是很聰明的 但是年紀太小了 她喜歡玩 希望朱佑堂 希望朱佑先生 可以勸他多些讀書 做一個厭明的人 那幫國神 回應了他的擔憂 誰不欲命 看著這三個自小能神 朱佑堂 笑著閉上眼 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 他這世人 沒有享過什麼福 但就受了很多罪 他很少體驗皇帝的尊名 但就承擔了皇帝的全部責任 他是一個光明和正直的人 所以我們可以給他一個評價 是他的祖先和後輩 都無法折得到的最高評價 朱佑堂 是一個好皇帝 也是一個好人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 各位喜歡玩的朋友 明天一定要聽 因為明朝歷史上 最跳皮搗蛋的一個皇帝 明天會出現